等一下 《白昼如芬》 是一彎的好男生 劉以豪先生的第一部香港電影 裡面的角色飛行的M 堪稱劉以豪M M到真的是無以復加的 低調姿勢 看好球星 她跟鄧麗芯也是香港的愛情片女王 合作 夠怕自射 但是因為戲裡面愛上的 這個迷樣的女子 鄧麗芯 所以把劉以豪搞得非常的慘 而且裡面鄧麗芯太主動了 主動到對 劉以豪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 很公平的動作 想要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愛做這樣的女生 或是她覺得 也許我愛對的 這樣的一無無無無呢 你就要看 《白昼如芬》 明天全台真的上映了 再幫我一個扣子 再一個好開心的一點 因為裡面你有點比較沉重嘛 比較推理的感覺 開心一點的感覺 耶 今天要上映囉 請支持 好的 謝謝 那我們第一張麥克風囉 以豪 以豪 以豪哥你好 各位明天他很搭啊 是 嗨 第一部的鄉長電影 知道這個配名鄉長話怎麼說嗎 芭蕉魚粉 不搭 不搭 芭蕉魚粉 芭蕉魚粉 你好會說啊 我會說啦 全程用廣告訪問可以嗎 不是 聽我會說 我會說 聊一聊《白昼魚粉》是怎樣的一部電影 《白昼魚粉》是一個有點危險的愛情 有點懸疑 然後帶點犯罪 其實到最後它 已經有點是一個扭曲的愛情的一個電影 介紹一下你自己的角色 你這一次是一個加油站的員工 叫做盧子豐嗎 對 這是這個角色 他的名字叫盧子豐 他其實 在電影裡面呈現的是一個加油站的工作 但其實他現實 我相信他已經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了 他就是試著一個努力活下去 然後到處漂流的人 對 那鄧麗欣 你跟他的角色關係是什麼 好像很複雜哦 對 很複雜 多複雜 因為鄧麗欣一個人飾演了兩個角色 所以他 一個是我的青梅竹馬 然後一個就是我現在比較現任的一個女朋友 但其實我的關係又不是 這麼單純的愛情的女朋友的關係 可能帶點利益的感覺 對 所以他其實 呃 現了兩個角色 但兩個角色其實都蠻複雜的 其實我昨天有去電影公司看完整部片 全片一百分鐘 我真的覺得 我以為這樣不怕一半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了 沒有 突然又再翻轉又再翻轉的感覺 非常驚喜 那你跟鄧麗欣合作的感覺如何 合作火花四色 沒有 我覺得 呃 出乎意料的就 因為我們就是 呃 時間蠻趕的 但是我們拍完第一場戲 我記得就是我們吹淡捲的那場戲 然後那個時候演完這場戲的時候就發現 欸 兩個人真的很有默契耶 因為其實那一個 那一場戲很難說暫停或是去卡什麼東西 因為就是兩個人 七梅竹馬在那裡玩的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淡捲這樣亂噴 所以每次噴完一場戲我們就要花很多時間親密 所以你合作之前對她的印象是嗎 我覺得就是很有距離感 因為她很漂亮 然後就白白晶晶的 然後眼睛很有力道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 欸 是不是不太好親近 對 一開始會有點這樣的擔心 然後每次在演的時候就覺得 欸 她給我很大的支持 然後乖乖我們就是 呃 私底下也是常常在分享 有沒有好吃的東西啊 然後互相點啊 互相照顧這樣 因為有時候那個場景的氛圍又很 不舒服 所以 非常不舒服 對 就一會燒 一會燒那個 摸傷啊 很濕啊 對 對 所以就 其實兩個人沒有默契 只要到那個環境 立刻兩個人就會沈浸下來 然後原本在聊天啊 或在跟班導演說一些什麼東西 但 你可以順便改得到彼此的規律 然後就會安靜下來 那你覺得她身上 最黏的地方是什麼 在離心 你看一下她 哈哈哈哈 搞笑 這很可怕對不對 本人是很好相處的 對 我覺得是眼神 眼神很明顯 對 眼神很明顯 感覺會說話 對 眼神會說話 然後 也可以很溫柔 也可以讓你很有壓迫感 嗯 跟香港的團隊 合作的感受如何 跟台灣的團隊 比較期待用前 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很難比較 但我覺得台灣 跟香港 我覺得主要是 我覺得節奏感會不太一樣 對 包括 香港都都市裡去的時候 都會覺得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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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是 節奏感 那個感覺會很不一樣 其實語言上 也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我真的不信心不懈搞人 所以大家有在討論的時候 是用普通話 然後我就會在旁邊 就覺得玩得好 但又很想要了解 想要聽懂 所以就會很用力的想去聽 但真的很喜歡Stanby 就每次都Stanby幫我翻譯 而且它裡面也是大量的普通話 讓你跟人家可以進入狀況 不會覺得有合得 對 因為它就是 就是飾演兩個角色 所以兩個角色 它有時候一個是用 廣東話 一個就是說中管的普通話 所以就可以這樣切換自如 然後它又 真的 就有時候會讓你覺得很可怕 但你又可以很清楚 知道這兩個角色不同的感覺 聽說劉宇豪這一次的角色功課之一 就是 你完全沒有在健身 還增重了武功金 是吧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人設設定 因為盧子豐 他其實是一個 他只能好好的 真的生存下來 然後盡可能的活動每一天 因為他活在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人 他不可能是一個身材 體型很好的狀態 他沒有這個心情 也沒有這個時間 去做健身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連睡都睡不好的人 好有想法的男人 沒有啦 厲害了 好專業喔 所以他就真的 覺得沒有睡好就是他的日常 他不可能睡得好 所以不健身還有分重了幾公斤 就大概五公斤左右 本來是很fit的 六十八公斤 對 然後到吃到七十三 那時候就很像是青蛙 就四隻 四隻 然後肚子很圓這樣 但是你現在已經回到了最佳狀態了對吧 殺星這麼久了 因為殺星之後 很意外地原本要拍一個全集的電影 所以那時候就狂練了 就每天都被操個半死 所以現在是最佳狀態 可以轉移圈讓大家看一下嗎 現在也沒有到最佳狀態 三二一 現在也沒有 好好cue喔 可愛 那可以摸一下嗎 我說你可以自己摸一下 感覺體態有沒有比較好嗎 有有有正常 有感覺齁 正常 欸你今天真的穿太多了 我覺得還不夠好 這樣還穿太多 我最近都想說這樣會不會 就用 就用對 沒關係 想要看羅生的劉一豪的話 二十八分十十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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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看到他領域性了 你很誇張 我真的在摔他們 我真的在摔他們 認真看 我昨天在一步一步的做筆記 這樣可能這樣 我要宣導一下你的sexy body OK 好 接下來 其實我看完這個擺作路面 還要講一下 我覺得片名好像我有點尤詞 因為看完我覺得應該要取名叫做 惡虎姑娘 其實整部戲 你不只是劉一濤M 你真的像一隻小綿羊 steppy 非常的像一隻老虎一樣 他超級主動 還主動爬上你的床 要強吻你 還追蹤你的手機 因為我看到真的是嚇一跳 現實生活中的一豪先生 如果你看到有這樣子 戲裡面 鄧麗星這樣的狀態的女生 你OK嗎 我可以把come on baby 還是打妹打妹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不要亂回答 不要亂講 就還是會害爸爸 因為如果太主動的話 其實會覺得怎麼了現在怎麼回事 對啊 反而會太害怕 OK 所以裡面劉以豪M 很M 但是現實生活中不是 M嗎 超級M 你看 超級M 電影公司的人都點頭如搗蒜 沒有 那是因為他被壓迫著 然後有發生很多事情 他覺得他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所以他不敢反應 我想要問你本人 你是劉以豪M嗎 還是劉以豪S 後面那個 啊 你要接近啊 獅子座男生 對啊應該什麼 所以跟這個角色還是有一些些的共同點 比方說有可能是為了愛 我願意化為灰燼 這樣對愛一如反覆的留意 好有可能嗎 為了愛我為 我願意盡力而為 畫上灰燼有點太 太狠了 太瘋了 還是要理智的去談戀愛 當然浪漫是很好 但是 還是要 不要反隨著 這個 這個 還是要睜大眼睛找對象 其實我看了這部戲 真的很多很多的亮點 包括Morland 比悲傷更悲傷又更悲傷了 因為你沒有很多呼吸 眼淚這麼的大顆 最厲害的一點是 尤以豪可以邊撲邊接吻 How do you feel 你的吻戲 Amazing 邊撲還這樣 繼續 辣耶 他就不傻眼 等一下 那個時候我真的在難過 我真的在悲痛 可是 可是在親我的是 Stanfie這個角色他在親我 所以 所以當下其實真的很複雜 因為你很多淚水加 鼻水 然後 就演完那場戲的時候 真的就是 很 對不起 對對對 對不起 因為大家兩個真的在那個 還沒喊咖的時候 就是沈浸在那個狀態裡面 在那個情緒裡面 然後就記得演完咖之後 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那個真的是鼻水 你也控制不了 然後加了眼淚 所以其實他沒有戲裡看起來這麼浪漫 其實他很複雜的情緒 本來本人也是非常的複雜 對 聽了不只是聽一次的感覺 對 就有幾次但也沒有去說 但那個感覺就跟劇裡面一樣很奇怪 所以你們拍吻戲之前會 有什麼樣的溝通嗎 或是準備吃佛上堂 有 我們都會點那個 大蒜 乾草牛盒先來吃一下 嘴巴悠悠的來親上去 看誰比較疼 沒有 就大家其實都要很有默契 就不會點一些比較 味道 口味比較重的食物 對 盡量可以看 這場戲要看 然後在24分26秒的時候會出現 那麼這場吻戲邊哭邊吻的戲 我覺得很吊詭的是 你親一半就自己跑到洗手間裡面躲起來 我這樣介紹很怪 但是你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白皺如焚明天全台就要正式上映了 為什麼他邊親一半就要跑到廁所去 一個人喔 對 一個人 好不好 OK 最後 奇怪 那身為第一男主角還是要好好推薦你第一部香港電影 4月12日要上映了 白皺如焚 非看不得雲 是什麼意思 對著鏡頭 白皺如焚 非看的原因就是因為有staffing 然後就是 還有你啊 好嗎 就是我們第一次就是嘗試比較懸疑跟恐怖愛情的戲 然後就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電影 謝謝 當然可不可以重現一下戲裡面那一句很撩人的浪漫的台詞 我會永遠保護你的可以嗎 要很撩人 因為現場也是粉絲在錄 你要對著他們的鏡頭喔 這什麼撩人 可以嗎 老以後 刀得刀得刀 OK嗎 準備囉 5 4 3 1 Action 我會永遠保護你 廣東話點不定 廣東話 教我 五五雷 五五雷 文宇 文宇 五五雷 好 重來一次 五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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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棒 掌聲謝謝 尤以哈 我想什麼 我放棄了 OK 記得啦 明天上映 對 明天上映 十三號 明天 後天嗎 十二號 我今天怎麼跳到十一號了 對不起 四月十二號 上映大妹 對不起 十二號上映 對 四月十二號 時間過得太快了 四月十二號就要上映的 是禮拜五 對吧 十三號的時候 台中一日店長 對 那麼十四號禮拜日的時候 會北中南全台巡迴 千萬不要錯過 六一號的位先生 好 好 好 我不會錯過自己了 太棒了 那馬上就要進行一個 這個禮炮儀式 戲裡面有吹彈捲的橋段 應該會禮炮 重開沒有問題的 應該不會是禮的 沒有問題 那你是要怎麼做嗎 我知道 我還是要講一下好了 我還是要講一下好了 先讓大家不拍照 對啊 這不是棒球電影耶 培照如焚 四月十二號 愛我蔓延 它是一個懸疑推理 伴追愛情電影喔 不是棒球片喔 但是你還是可以做個棒球的姿勢 為下一個戲 可以跟妳站在旁邊一下 來 好 換一個姿勢 實現 你換一個 因為它是蛋捲 你做事 有點像吃蛋捲的感覺 先看左邊 其實不用了 怪怪的 好 中間 我們自己轉喔 左邊 自帶就好了 再看中間 再看右手邊 對 然後 對 這怎麼看得像 我們可以拿嗎 那我轉喔 準備好了 現場你往這邊走前方 這個攝影機不要難到喔 好 準備好了嗎 3 2 1 新啟動 4 好 預祝4月12日 華藝瑜伙發行的綠陶 領先出現的 烈心愛情 懸疑地 白座如神 票房一飛衝天 左飛變成人 再拍戲集好嗎 各位 有沒有覺得蠻好的 要再來一個嗎 還有兩隻喔 你們在這嗎 不用了 那我們就謝謝劉葉豪先生 謝謝